提起宋太祖赵匡胤,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黄袍家绅士的陈桥兵变,想到杯酒是兵权的刀光剑影,太祖皇帝皆一个人魅力将他们平复了下来,然而赵匡胤即使能力再强,死后之事也无法进行干预,其弟赵匡胤成为了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后来也史上便出现了辅生主颖的故事,辅生主颖暗示赵匡胤是被赵匡胤害死的,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赵匡胤是何南省洛阳世人,其父是后州护圣都指挥士赵红因,也就是后来的宋宣祖,母亲则是昭献太后,这样的出身既意味着荣华富贵,也代表着血雨腥风,亦或者说这样的背景,似乎注定了赵匡胤会与后汉,后州碰撞出时代的火花,太祖,宣祖众子也, 母都市赵匡胤从小就喜欢读书,亲母儒家文化和兵家之法,在父母亲族的培养下长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后来家国动荡,国土凋零,风雨飘摇的时代,也好让赵匡胤看到了大鹏展翅的奇迹,他认为乱世中最好的机会就是从军,用战功积累起未来的上升之路, 他先是投奔了疏密使郭威,后又跟随后州世宗柴荣四处征战,最后拥有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多年后柴荣病重,后州小皇帝登基称帝,朝廷出现了主若陈强的局面, 赵匡胤觉得时机基本成熟,就在暗中谋划取而代之,新帝即位政权不稳便是他的时机,当时只有七岁的公帝即位,根本压不住各路心怀不轨的臣子,辽国军队趁火打劫,攻伐后州,后州执政者与当朝宰相一番商议,让赵匡胤出兵卫国,然而此时的赵匡胤心里已经有了盘子,反复推辞说自己没有多少兵力不足以出战, 北汉节气弹入口,宁出师欲知,这话一出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赵匡胤是想要所有的兵权,后州的力量实在不济,不得不满足赵匡胤的要求,给予他最高的军权以击退辽兵,赵匡胤得到兵权之后,并不感念后州天子的信任,而是想要取而代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匡胤果断的发起了我们所熟知的陈桥兵变,成为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私下里他派人在民间散播谣言,动摇民心,应当立赵匡胤为天子,随后又在今天的河南省陈桥镇与弟弟赵光一合谋,利用亲信在自己假装醉酒之时,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好像强迫赵匡胤当这个皇帝一样,这一件黄袍加身即成全了赵匡胤的野心, 又满足了在百姓间的名声,不得不感叹他的城府之身,经过军事上的收权,民间收威望,军队中收拥护,赵匡胤最终取代了后州的工地,将国号改为宋,成为了宋朝开国皇帝, 为了维持人前的良好形象,赵匡胤对于前朝轻贵以礼相待,不给人造反的口舌,后来赵匡胤回想自己称帝的经过,害怕再出现一个像自己一样黄袍加身的人,于是想要将军权全部收回自己手里,这样自己的内心才能安宁,兵权所在,则虽一兴,兵权所聚,则虽一亡,但前朝收回兵权的措施一般都会引发战争, 赵匡胤不想因此破坏自己在百姓中仁厚的形象,于是想出了杯酒式兵权这样温和不见血迹的方式,不久后,太祖轻松收回了所有的军权,这样的智慧至今都为人津津乐道,从最开始的兵族到如今的地位,赵匡胤在期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自古乱世出英雄,可以说就是这样混乱的时代造就了赵匡胤,也成就了赵匡胤后来的辉煌,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认可赵匡胤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每个人都为赵匡胤结束了战乱的时刻而欢呼,甚至有些人想要学他一样篡权上位,赵匡胤的弟弟赵光毅就是此类人, 当然,这是后人对于人性的猜测,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辅光主影,据史书记载,开宝元年赵匡胤在夜晚召见自己的弟弟赵光毅,两人对坐痛饮,欢声笑语不休,可是,在第二天早上,工人就发现赵匡胤死在了昨天晚上,也就是说赵匡胤在前一天晚上与赵光毅单独相处, 在此之前,赵匡胤没有任何征兆,而在此之后就死在了万岁殿上,鬼丑姬,抵崩于万岁殿,众人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赵光毅是杀害赵匡胤的人,原因就是古代继承皇位的制度是凶死弟级,赴死子弟, 按理来说,赵匡胤去世应当先是他的嫡长子即位,然而赵匡胤的儿子虽然在世却并没有继位,赵光毅成为了这个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随后太祖的儿女们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去世了,根据当天晚上兄弟二人独处的情况来看,再加上太宗皇帝又是最大的受益者, 众人猜测在灯火摇曳之中,赵光毅亲自杀害了自己的哥哥,烛光忽明忽暗照出了赵光毅丑恶的嘴脸,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按现在的判案方式来看,杀人必然要伪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以此来为自己开脱,如果真是赵光毅所为,相当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违反了伦理道德, 为何他不营造不在场的证明呢? 伦理刚常在古代又是最被重视的东西,就像赵匡胤、黄袍加身和杯酒士兵权一样, 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落人口实,不可以失去民心,赵光毅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即使对皇位真的有想法,也不至于使用这样毫无技术含量的手段, 这岂不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不仅仅是我们能想到这些,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和我们有同样的看法,并且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应, 司马光曾在《治水济文》中描述道,赵匡胤死后,宋皇后派遣王继恩去请赵德方入宫, 但王继恩去转而去了赵光毅的府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赵光毅当晚并没有和赵匡胤在一起, 又如何会有府省、竹影之类的事情发生呢? 亦或者说赵光毅入了宫,但却没有做过多停留, 最起码他走的时候赵匡胤还活着, 既然赵匡胤还活着,若是弟弟真有势君夺位之心, 太祖也定然不会手下留情,司马光家族世代为史官, 司马光也因此见证了许多前尘往事, 对于赵光毅最后为何会登基? 他用历史记载的金贵之盟为我们解答了一会儿, 赵匡胤和赵光毅曾一同去看望二人的生母召献太后, 太后问赵匡胤, 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能够夺得皇位? 赵匡胤回答是因为先祖的庇护, 对此太后摇摇头, 随后回答道, 是因为后周的皇帝小, 所以你要是想要保护北宋王朝, 死后赚给自己的弟弟最安全。 听了母亲的话,兄弟二人达成约定, 并且还互相立下誓言, 后将这份盟约藏在了金贵中, 金贵之盟在各种史料中都有记载, 这就基本否定了众人的猜想, 也就没有了俯生竹影的篡权论。 司马光用简单而确切的史实告诉我们, 赵光毅师兄篡权就是一个谣言, 赵是子弟的兴盛正是因为这兄弟二人心无嫌隙, 也正因为这个盟约解开了俯光竹影的谜团, 赵光毅登基之后, 对赵匡胤的妻子, 儿子也很好, 史书是这么说的贡保富贵, 无忧也,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是宗教统治时期, 在他们看来, 洗澡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 甚至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一种极其不尊重的行为, 只有不洗澡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伊沙贝拉一世甚至还曾经向世人宣称, 他一生当中只洗过一次澡, 但是并不能否认的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依旧有爱干净洗澡的贵族, 英国的伊丽莎白衣室女王, 甚至因为她每个月洗一次澡的奢侈行为遭到了她的子民的强烈反对, 在他们心中, 女王每个月洗一次澡的举动就已经是特别不得了的事情, 这种奢侈的行为不值得提倡, 要受到谴责, 因此这个时期的欧洲, 从民间到富丽堂皇的皇宫都弥漫着一种奇臭无比的味道, 导致这个结果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的欧洲人并没有养成洗澡这个习惯, 普通人尚且不说, 很多贵族一生中也不见得会洗一次澡,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粪店是作为灌溉农作物的营养物的存在, 然而中世纪的欧洲仅仅是将其看作排泄物, 那个时期的欧洲人上厕所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家里准备一个木桶, 然后人们将排泄物放到木桶里,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随地大小便, 第二种方法也就导致了大街上遍地都是粪便的现象, 当时的普通人如厕, 大多数时候都是找个比较隐秘的角落随处大小便, 而贵族基本上都有桶或盆的存在, 有条件的贵妇会让仆人在群装下放一个桶或者盆盛装排泄物, 如果没条件的话, 没办法只能直接在群中进行如厕, 最后再让仆人进行收拾, 对于这些排泄物的处理方式, 他们会通过在楼上先大喊三声警告行人, 随后就可以从楼上往下倾倒排泄物了, 当时的河道也难以幸免,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城中并没有修建地下通道和化分池, 人们为了处理日常的排泄物, 他们便会将粪便随意堆在一旁, 或者集中排入河中, 对此, 欧洲的统治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排泄物堵住了城墙内外的连接通道, 为城堡提供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而这种生活方式却让欧洲街道充满排泄物, 下雨时, 泥泞的路面和排泄物混杂在一起, 一脚下去甚至整个脚背都被淹没了, 所以除了香水, 路易十四还创造了直到现在都风靡全球的高跟鞋, 就是为了防止踩到地上的粪便, 这种情况, 一直直到凡尔赛宫初见之时都仍然存在, 唯一存在如厕的道具仍然是马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宫后,